七瑞看着惨死的六位队友 尤其是刚刚死掉的米歇尔 直接怒火就上头了 他也不想想邦纳特以一人之力 把这六个人都给杀了 那他自己会不会是人家的对手呢 他顾不上了 他只想为米歇尔报仇 邦纳特一看这情况开心坏了 第七只耗子也来了 而且他正在向自己攻过来 邦纳特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轻轻松松挡下七瑞的进攻后 趁着空当 本想把西瑞一击毙命 但没想到西瑞竟然躲过去了 这让邦纳特非常兴奋 这小丫头居然有这么敏捷的身手 西瑞的攻击力不是很强 但是他的身法非常敏捷 然后邦纳特就跟西瑞玩了起来 他想测测西瑞的实力 当他测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一拳把西瑞给揍趴下了 西瑞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 但谁承想邦纳特却不想要他的命 因为邦纳特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在竞技场看别人进行厮杀 刚好他的表雄开到有一家竞技场 这座竞技场位于爱滨境内 邦纳特认为西瑞是一个决斗士的好苗子 所以他就想把西瑞培养成一个决斗士 不过他首先要求西瑞必须得做到对自己的绝对服从 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内容都是邦纳特对西瑞进行的调教 没有什么色情内容 大家不要想歪了 主要是以羞辱和惩罚为主 比如他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让西瑞脱衣服 那西瑞就得乖乖的脱光光 怎么这样一描述好像又有点色情内容了 他还给西瑞的脖子上带了个狗象圈 走到哪都牵着西瑞 但是邦纳特对西瑞的身体完全不感兴趣 他不喜欢这种很瘦的女孩 邦纳特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居然违抗了两位雇主的意愿 私自豢养了西瑞 真是一点契约精神都不要了 他也不想想他身为一个赏金猎人 这事传出去那以后谁还找他干活呀 更何况他得罪的还是灰灵霄 这货也不是吃醋的 当灰灵霄得知邦纳特没有杀掉西瑞之后 他就动用权力找来了一批奇能异士 准备去找邦纳特说道说道 他和邦纳特约在独角兽村相见 但这个时候 李恩斯却偷偷的盯上了灰灵霄 要知道威爷和他的两位手下干将 已经躲起来很久了 因为恩西尔皇帝在到处捉拿他们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威爷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灰灵霄知道西瑞的下落 于是威爷就派李恩斯去和情报局局长李道克斯谈了谈 那为什么他们要跟李道克斯接触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 威爷不知道灰灵霄在哪 第二 跟李道克斯接触 可以缓和威爷跟恩西尔皇帝之间的关系 于是李恩斯就找上了李道克斯 对李道克斯说 这都是误会啊 威爷没有背叛皇帝 真正背叛的那个人是卡西尔 为了彰显出我们的诚意 我们愿意去帮你们抓卡西尔 不过我也需要你为我提供些许帮助 你只需要告诉我灰灵霄在哪就行了 然后李道克斯就把灰灵霄的行踪告诉了李恩斯 其实李道克斯当然不信任李恩斯了 但是他之所以愿意把灰灵霄的行踪告诉李恩斯 是因为他发现灰灵霄可能怀有二心 再加上这个时候他本身又有一点嫉妒灰灵霄 他特别想看到灰灵霄栽跟头 这段内容是小说第六部《语焰之塔》里的内容 他极其复杂 每一个反派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而且他们表面上做的事情 和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还都不一样 我看了头两遍都愣是没看懂 我就很纳闷 一本这么难读懂的书 怎么可能会火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呢 你们听我讲的这么简单 是因为我把所有的干扰项都帮你们排除了 而且还把这些人的真实意图直接告诉你们了 书里头可都没写 整套书的叙事结构全是插序 你只能通过某个人的视角 看到不同人分别干了什么事 这个书说白了就是一地的碎片 你自己拼吧 之前我看有网友留言说 你们看这种速看节目 我会少了很多原著的精髓 还不如自己去看原著呢 你请自己去看吧 我敢保证90%的读者 在第一遍看小说的时候 休想看懂 如果你对原著感兴趣的话 那也可以在看完本套视频之后 再去看原著 这将会对你理解原著 起到莫大的帮助 好 讲回故事 这天惠林肖手下的一位会读心术的灵能师 告诉他说 验尸官大人 这两天我老是听到一个 不属于我们队伍里的人的想法 我怀疑有人用隐身术混迹在了我们周围 他在偷窥和偷听我们的计划 于是惠林肖就设置了一个陷阱 在第二天给大家开会的时候 准备了很多牛奶和面粉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洒向周围 就抓住了这个隐身的家伙 他就是李恩斯 惠林肖本打算对李恩斯进行严刑拷打 其料李恩斯直接就被吓破胆了 不用拷打 我全都告诉你 惠林肖说 关键是你都不知道我想问什么 你又能告诉我什么呢 你还是先经过我的一番拷打 先尝尝我的手段 我再问你问题吧 不用你问 我把我知道的全说了还不行吗 那李恩斯之所以跟踪惠林肖 并偷听他的计划 是因为威爷知道惠林肖 知道希瑞的下落 而且威爷还知道 惠林肖是想杀死希瑞 所以他才派李恩斯前来偷听情报 其意图是想要抢在惠林肖的前面 把希瑞给掳走 不能让惠林肖把希瑞给杀了 李恩斯真是毫无保留的 把什么都给说了 这个时候邦纳特牵着希瑞也来了 李恩斯看见希瑞开心坏了 小丫头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苦 看看我脸上的这些烧伤 这全是拜你的监护人叶尼夫所赐 我曾经发过誓 如果要是让我抓到你的话 我一定也要让你感受感受 我的感受就用这双手 用这些手指 邦纳特说 他是我的 你休想用你这双手 你这些手指去触碰他 于是惠林肖就把希瑞捆在了外面的广场上 反正外面全是惠林肖的手下 希瑞肯定插尺南非 而邦纳特自己则进到屋里 与惠林肖进行了谈话 惠林肖质问邦纳特为何不遵守契约杀掉希瑞 邦纳特说 杀了他你只给我一百佛罗林 但他活着能为我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 惠林肖又问 那你为何现在又同意把他送来给我了 林肖插了一句嘴 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小丫头的身份了呗 邦纳特确认的说道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把他送给你 我会得到更多的钱 惠林肖直接气炸了 你倒是挺坦诚的呀 邦纳特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还是超出了我忍耐的极限 你竟敢耍我 邦纳特淡淡的回道 你的奇蛮也超出了我忍耐的极限 你表面上让我杀的是浩子帮的法尔加 但其实你让我杀的却是帝国的准皇后 这将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你知道吗 惠林肖一听这话也自觉理会 这确实怪不得别人不遵守契约 谁让你刻意隐瞒悬赏目标的身份呢 这时挂在李恩斯身上的传音盒发出了声音 先生们 这个女孩现在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个烫手山芋 不如把她交给我 惠林肖问 你谁呀 对方说 我是威哥福特斯 请原谅我无法现身与诸位面谈 邦纳特问 交给你 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二十倍赏金如何 也就是两千佛罗林 邦纳特爽快的就答应了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得用骡子才能拉得动 惠林肖说 可这里全都是我的手下 没我点头 你们休想带走这个女孩 威爷肖说 我知道你和一些贵族老爷 想要推翻现有的制度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我若是愿意支持你们 你是否愿意把这个女孩交给我呢 然后 灰林肖也愿意跟威爷合作了 三方反派 就这样达成了统一意见 但这个时候 灰林肖的手下 有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他其实是李道克斯 安插在灰林肖身边的密探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灰林肖就是明摆着已经叛国了 而这位密探 对帝国 对李道克斯是忠心耿耿 他绝不允许帝国的准皇后 被这群叛国者带走 于是他走到广场上 先发制人打晕了其他守卫 然后给西瑞割开了绳子 西瑞骑上凯尔比 变狂奔而逃 这个不男不女的密探 则留下来帮他断后 但是他仅仅只帮西瑞 拖延了一秒 因为邦纳特一箭 就把他给砍成了两半 齐人连忙骑上马去追西瑞 他们一边追一边喊 快关大门 别让他跑了 门卫一看这情况 赶紧把大门给关上 然而凯尔比居然直接越过了大门 跳出去了 众人都惊呆了 这马简直神了 然后门卫又赶紧打开大门 让追西瑞的人得以通行 眼瞅着西瑞越跑越远 普通马匹肯定是追不上了 于是灰林霄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打出去了一发飞镖 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弄死西瑞 只不过威爷刚才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项 他才跟威爷合作 但眼下这种情况人都快要逃走了 那还是直接把人给杀了得了 这发飞镖打中了西瑞的脸 但是西瑞扛着伤痛继续向前狂奔 越跑越远大家追不上干脆就不追了 反正他受了伤肯定跑不了多远 接下来只需要对这一片区域进行搜索 早晚会抓住他 只不过届时他大概率会失血过多而死 西瑞真是命途多舛 接下来等待着他的优惠是什么呢 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最近我有一个赤巨子打造的新节目正在制作中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上线了 而且同时我还在设计一款游戏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现在每天都非常非常忙 在这种情况下 我每周还要抽出时间来讲这个没什么人看的猎魔人 说实话我都有点想烂尾了 但是大家放心 我一定不会烂尾的 我一定会把这个系列给做完的 这个时候烂尾得伤害多少观众的情感 这是我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没有去讲别的游戏的原因 真的是没有精力了 我能把这个系列的坑给填上都不错了 如果有哪个观众到现在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我就想问问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这个系列流量都已经烂成这样了 我都没气坑 我的付出收益比早都已经变成富的了 我还在坚持 现在还在追这套系列视频的观众 咱们就互相扶持扶持吧 你们也多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 算是给我打大气加加油 这样也能坚定一下我把它给做完的信念 哪怕我再忙 我也会抽出时间来把这个猎魔人的故事给讲完的